正在计划一场豪华的国外旅行 但却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 包括自己一项节俭的个性 价值观 家人等等 都诧异你为什么忽然想花钱去旅行 不过今天终于可以与伴侣之间 对小孩的教育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月亮进入金牛座 与水星土星和火星形成了一个上帝手指 月亮在金牛本来是应该舒适和享受 但对于通过语言来表达理想和信仰 如何用严格的态度对待人生 以及如何争取公平和正义而感到无法理解 可能很想为这些去做 但又受到细节的影响而产生挫败感 水星被太阳和土星夹在中间 对于表达和沟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但同时也表现出来了一些不自信 金牛的月亮与海王六分相 则可以用使用和无实的态度对待理想 有点明讲但盐 这种方式的方式用选择